现在许多民众工作压力大 再加上了睡眠品质差又睡不好 研究指出睡眠问题增加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上升 甚至可能增加54% 一时指出睡眠和心血管疾病与三高发生率 脱离不了关系 研究发现睡眠健康问题是可以改善的 能够有助于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降低心脏病的风险 睡眠和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也和心血管疾病相关 根据研究 睡太少或是睡眠品质不良 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以及死亡率 每个人每天要睡7个小时 才是有足够的睡眠 如果睡眠小于7小时 研究发现 冠状动脉疾病的发生率会上升 除此之外 死亡率也会上升 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我们都建议要有充足以及高品质的睡眠 病人若不能按时入眠 充分休息 临床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高血压的控制会极为不容易 需要用到多种高血压药物 可是人齐齐福福难以控制 睡眠不足也会影响血压 睡觉时血压会下降 下降幅度要足够才是正常 若是睡眠不足 血压就无法下降 造成了平均血压上升 甚至日间血压也会上升 血压升高 后续并发症 就会产生包含心脏病 中风等 睡眠品质也很重要 中段睡眠或是片段睡眠 都与冠状动脉疾病 还有中风相关 此外 还有一种睡眠问题 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研究发现 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患 血压较高 心率不整几率较高 也会增加冠状动脉疾病 以及心脏筛节的风险 心血管疾病 这个发生率有越来越年轻 这个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那其实可能是跟我们现代人 这个生活形态 工作压力很大 那工作压力大之后 造成这些交感神经兴奋 那容易失眠 睡不着觉 这个都有可能会互相影响 平常心脏科 最常遇到的病人就是 大概就是合并 像是有三高的疾病 那跟一些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那其实 如果仔细问起来 其实很多患者 真的都会有合并这种 就是失眠 或是睡眠品质 不好的问题 临床医师指出 处理失眠的问题 通常会建议病人 要适当的放松休息 尽可能去获得充足的睡眠 来改善睡眠品质 病人有睡眠 呼吸中止症 这样会不容易得到 高品质的睡眠 这也被证实会与 许多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如心肌梗 腮中风 猝死 等息息相关 关于睡眠 以及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研究 相当的多 去年欧洲心脏学会 杂志的大型研究 甚至发现 入眠的时间 与心血管疾病 发生的相关性 睡眠的品质 其实除了时间之外 这个品质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睡眠 呼吸中止 其实是跟心脏衰竭 甚至跟一些心血管疾病有关 医师提醒 控制基本的心血管疾病 必须与医师沟通配合 高品质的睡眠 对心血管疾病病有 特别重要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